这是1990年 广州白云机场截击事故的真实录像 只见现场浓烟滚滚 一片混乱 而这次截击事件 造成了2501号飞机上 所有乘客和机组工作人员 共128人全部遇难 因2501号飞机与停机坪上 另外三架飞机相撞 还导致其中两架飞机报废 另一架严重受损 经济损失十分巨大 那么造成如此惨剧发生的罪魁祸 究竟是谁 他又是如何凭借一己之力 让整个飞机的人都乖乖听命于他 任其宰割呢 1990年 白云机场截击事件的主人公名叫蒋晓峰 和我们刻板印象中 那些因生来贫困 命运卑微而意图通过不正当的极端方式 来满足欲望 走上犯罪道路的行凶者不同 蒋晓峰的家庭情况 在当时的社会算是比较优温 他的父母都是当地事业单位的干部 但因为父母工作繁忙 不能经常陪伴教育蒋晓峰 只能用花不完的零花钱来弥补 而从小父母的无脑溺爱 也让少年蒋晓峰养成了不知世事 好吃懒做的小少爷性格 这样的散养式教育 则为蒋晓峰的未来埋下了巨大的隐患 之后高中毕业的蒋晓峰 并没有选择继续考大学深造 毕竟在那个时代 高中文凭已经足够生存了 他在湖南邻里县的物资局开发公司 找了个采购员的工作 主要负责长沙采购站的相关事务 而这个工作虽说工资不算多 但盛在活不多 还是很轻松的 如果蒋晓峰是个老实且知足的人 那么他将会在不久后取七生子 拥有一个稳定而平凡的人生 但很可惜 他不是从小花钱便大手大脚 惯了的蒋晓峰 在正式步入社会 见识了灯红酒绿的世界后 他的消费欲望便膨胀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刚入职场不高的薪资 已经不足以满足他的生活支出 而心存傲气的青年人心态 又让蒋晓峰不好意思 再找家里人经常要零花钱了 于是入不敷出 日渐捉襟见肘的蒋晓峰 为了弄到更多的钱 便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他不想脚踏实地地通过劳动赚钱 那么就只能干些小偷小摸的勾当了 一开始 还有有些心虚的蒋晓峰 盗窃金额并不多 被偷的人也懒得为这些小钱去报警 而如此轻易得手 让出常胜利果实的蒋晓峰 逐渐沉迷于这种不劳而获的快乐当中 偷的钱也越来多 常言道 人在河边走 哪有不失邪 终于有一次 幸运女神不再眷顾蒋晓峰 她被受害者发现并被扭送到了当地警局 这下 留有案底的蒋晓峰 不仅个人档案留有污点 就连这份仅有的工作也保不住了 毕竟一名采购站的采购员 会有大量的资金流经过她的手上 那么诚信便是这一职位是最起码的要求 然而 本该被解雇的蒋晓峰 最后却又留在了公司 这是为什么 原来是蒋晓峰的父母不忍心儿子 就此变成一个无业游民 便想法子脱关系 送礼物 在中国这个讲究人情世故的社会 竟然弄事 让公司领导出面 将蒋晓峰给留了下来 而好不容易度过这次人生危机 换做常人必然感恩戴德 洗心革面 重新做人 只可惜秉性难移的蒋晓峰 非但没有从中吸取教训 反而更加有恃无口 她竟觉得无论自己犯了多大的错 都会有父母来给自己擦屁股 于是 这种心态下的蒋晓峰恶性难改 还是花钱如流水 不久便有固态富盟 缺钱花了 正发愁时 公司里来了笔大业务 这让蒋晓峰灵光一现 这次缺钱的她 并没有继续老本行偷东西 而是决定剑走偏锋 不偷路人 改偷公司了 这招非险 但一旦成功 获益却巨大 于是法律意识淡薄的蒋晓峰 在1990年 凭借自己采购员的权利 将公司用来采购的1.7万元 全部收入当中 也许1.7万元的盗窃数额 在我们如今看来不过如此 但在物价极低的90年代 却是一笔不够挥霍一段时间的巨款了 然而 这样明目张胆的盗窃公司财物 且数额巨大 显然这次 哪怕是蒋晓峰父母在费力 也救不了这个自取灭亡的蠢儿子了 当地警局接到报案后 立刻展开了调查 而听到了风声的蒋晓峰此时 才后知后觉的意识到了 自己通了天大的骆子 在当时 盗窃如此大的金额 一旦被带到 那必然是要被重判的 可愚蠢又贪婪的他 不舍将钱财归还 也断没有主动自首的觉悟 那么唯一的法子便只有逃跑了 可逃到哪呢 这片土地都处在中央政府的管辖 不管他逃到哪 都逃不过法网灰灰 这是1990年 广州白云机场捷机真实影响资料 只因1.7万元 最终却造成了三架飞机连环碰撞 128人遇难 那事故究竟是如何发生的 正当蒋晓峰为此焦虑不已的时候 之前在电视上看的一件 陈年就暗服陷于蒋晓峰的脑海中 当时大陆和台湾的关系 还是比较紧张的 因此产生了一些犯事的人 为了躲避大陆围捕 而选择偷渡或是劫机叛逃台湾的案例 其中1983年 卓长人犯罪团体劫机逃往韩国 在转机飞到台湾 并成功获得台湾政治庇护的事件 尤为瞩目 因为当时台湾当局为了隔应大陆 竟将卓长人等人的犯罪行为 强加以政治意味 大家宣传不仅如此 还给他提供了工作和住宿 显然是将他当成了和大陆较量的政治作秀工具 而想到卓长人的人生经历 蒋晓峰决定加以效仿 于是头脑简单的他 一根筋地认为只要逃到台湾 不仅能够摆脱自己被通缉的命运 还可以过上衣食无忧的优渥生活 但眼界短浅的蒋晓峰 并没有意识到就算逃到台湾 政治作秀也只需要一场就够了 而他一个没有身份和影响力的无户籍人 到了那也难以生存 之后 因为当时两岸三通尚未开通 被恐惧笼罩的蒋晓峰决定 和卓长人一样劫机去往台湾 而在当时技术发展尚未普及 全国居民信息网还未建立的情况下 介绍信成了人们日常活动的必备 坐飞机同样如此 1990年 蒋晓峰想法子 通过福建省新邮县某公销社 弄到了一张介绍信 并成功购买了8301航班的机票 当天 蒋晓峰穿着灰色西装 拎着一个手提箱登上了飞机 因为当时安检流程还不够完善 加之他看起来一副上流人士的装扮 蒋晓峰得以顺理登机 按照预定时间 原本这班飞机的旅客将于10月2日 65月7分由厦门飞往广州 只可惜蒋晓峰这个恶魔 悄然登上飞机的那一刻 所有人的命运都被逆转 驶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飞机起飞后 机舱内的乘客们性质都很高 或是对于期待已久的旅游行程 或是对于马上就要相见的亲人 可马上他们都笑不出来了 因为一个西装革履 神情很利的男人突然站了起来 手中握着一个黑色的盒状物 歇斯底里的开始叫喊道 我这包里装满7公斤炸弹 手里握着的是引爆起 都不要轻举妄动 此话一出 整个机舱内的便响起了人们惊恐的尖叫 更有些胆子小的已经被吓得浑身发抖 哪还敢乱动 剑稳住了乘客 蒋晓峰立刻推开驾驶室的门 当时飞机驾驶室的门是没有锁的 这也为蒋晓峰提供了便利 于是在进入驾驶室后 他一手紧握着手中的遥控器 一边勒令驾驶室内 除了机长的其他人员都出去 因为机组人员在培训时都被告知 如若遇到突发情况 一切以乘客安全为主要 因为1982年 一架从西安飞往上海的2505号航班 就曾被五名歹徒劫持 同样宣称自己手里有炸弹 当时的机组人员以为对方是在虚张声势 而选择与其发生争执冲突 结果谁料到炸弹竟真的存在 他们惹怒了歹徒 引燃炸弹 导致七名人机组员受伤 而这次飞机事故 也成了航空史上的反面案例 所以面对蒋晓峰 谁也不敢轻举妄动 违逆眼前这个疯狂的男人 毕竟他们也不敢堵箱子里 究竟有没有炸弹 如若堵输了 那么他们的代价 就是付出整个机组成员的性命 而眼见驾驶室里 就剩下他和驾驶员岑龙裕 蒋晓峰终于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那就是送自己到台湾 当时岑龙裕在了解歹徒意图后 第一时间便检查了 飞机燃油还够不够 但原定飞往广州的燃料 显然不够飞机在飞台湾 如果真的按照蒋晓峰的要求 直飞台湾 只怕飞到一半飞机就得掉下来 于是他一边应付着蒋晓峰 一边不动声色地驾驶着 飞机飞往广州白云机场 1990年 广州白云机场截机事故中 为何最后会导致四架飞机损毁 劫机歹徒最后下场如何 等到飞机降低高度时 蒋晓峰意识到了降落点不对 立刻急眼了 看到激动起来的蒋晓峰 岑龙裕也冷静地告诉他 燃油表上显示油量已经告急 这是实情所逼 他也没办法 他可以先飞到广州补充完燃料 再将它送往台湾 但已经走投无路的蒋晓峰 此时正处于高度紧张的状态 完全听不进去 他认定这一定是驾驶员的轨迹 只要飞机降落广州 他就会失去空中截击的优势 此时 驾驶室内的氛围已经相当紧张 而拳击一百余人的性命 只能由小小空间内的两人决定 而已是亡命之徒的蒋晓峰 坚决不同意降落广州 并和岑龙裕发生了争吵 而这个过程中 岑龙裕只好驾驶着飞机 绕着机场上空不断盘旋 另一边 得知消息的塔台也迅速报警 武警和消防将机场给团团围住 只等飞机一将落变实施逮捕 9点04分 阴燃油即将耗尽 2501号飞机只得准备降落 机舱内的乘客们看到地上的官兵们 终于长舒一口气 心中充满了安全感 可当飞机缓缓降落在地面上时 却出现了让现场所有人都惊呼的一幕 那就是刚落地的飞机头 竟然又重新抬了起来 显然是驾驶室内正在操作的 岑龙裕遭遇了突发情况 原来是蒋晓峰在看到地面武装力量时 瞬间暴怒 恐惧和被欺骗的感觉一下子充斥着他的内心 他绝不能让飞机落地 否则自己就成了瓮中之鞭 之后 他竟然上手去抢夺岑龙裕手上的操作感 想要改变飞机的降落 这下子机舱也是乱作一团 失去了控制的飞机在快速滑行中 像一只无头苍蝇一般 直直向着停在停机坪的波音707撞去 将其机头一下子撞成两节 随即 巨大的冲击力使得2501继续向前冲去 这下遭殃的是波音757 巨大的冲击力让其机身从中间断成两半 事发突然 现场一片混乱 事后巨统计 这场恐怖的连环撞击 导致一共124人身亡 受伤者更是无数 而造成这一切的恶魔蒋晓峰和与歹徒勇敢周旋的驾驶员 陈龙玉则全部葬身火海 而事后据调查 那所谓的炸药箱里根本就没有炸药 竟是蒋晓峰唬人的把戏 这样的结局实在是让人愤恨又唏嘘不已 愿今后所有旅人平安落地 也愿那些枉死的魂灵德已于天国安息 明镜与点点栏目